《乌克兰4地公投入俄》 9月30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与敦涅茨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 赫尔松四个地区的领导人 签署了这些地区加入俄罗斯的条约 普京称 西方正在对俄罗斯发动一场混合战争 俄罗斯不会寻求恢复苏联 会与乌方尽快停止军事行动 并回到谈判桌前 俄方已经准备好与乌方进行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天召开最高统战部会议 俄罗斯州东部大部分地区 外媒称乌军动用了大量 北约成员国雇佣兵 有分析认为 北约已深度介入了俄乌中突 美国正计划为援助乌克兰的 军事任务命名 并任命一名将军 指挥培训和援助工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承认 乌克兰已收到美国监禁的防空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入 进行部分军事动员 警告西方 俄罗斯将使用一切手段 保护俄罗斯 西方认为俄罗斯发出核威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称 以私下警告俄罗斯 若动用核武 将对其造成灾难性后果 近日 欧洲能源大动脉 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 遭蓄意破坏 欧洲能源危机将雪上加霜 谁是幕后黑手 引发各方关注 乌东四地攻投入俄 俄乌会否爆发全面战争 是不是只有在侵略者 离开你们的家 停火之后 才可以进入谈判 俄罗斯不是侵略者 俄罗斯开始 特别军事行动 不是为了让战争爆发 而是为了让战争 最终的停止 一虎一喜台美国 四地攻投入俄 俄乌战士会否全面升级 一虎一喜台 有话大家谈 开公调除甲权 欢迎收看格力除甲权公调 为您独家冠名的一虎一喜台 俄乌冲突打到现在 已经打到九个月了 我可以说 全球的局势就从本周开始 又不一样了 可能是更加地紧张 我们来看第一个变化 就是什么 就是入俄公投 这个结果一公布之后 包括俄罗斯总统 普京都表达的看法 而俄方声称是 这是绝大多数的选民支持入俄 但是您别忘了 在另外一个时刻当中 我们看看西方的说法 包括美国白宫说 西方绝对不会承认 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领土 到底这个局势 接下来会怎么走下去 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先请教两位中国嘉宾 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来 永惠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对整个的战局局势会有哪些的影响 请说 首先我觉得这个公投以后会产生一个结果 有可能普京总统宣布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殊经济行动结束 但是战争并没有停止 战争可能会升级 好 来 文斗的分析 你看已经到现在这个局面了 这个变化球对整个的局势影响多大 这次通过这个公投 俄罗斯可以成功地把这场军事行动 和未来军事行动的性质 从一个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进而转变为一个保卫本国领土的战争 菲平 你看到这样的地图 看到这样的结果 代表瑞士发表你的声音 当然这个西方 他们不可能认可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这个referendum 对我们来说是开玩笑 开玩笑 就是开玩笑是一个shame 就是因为是最近乌克兰 很明显地有优势在这个大战 所以这个Putin 就是这样子的方法 马上annex这个territory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 这简直是开玩笑 况且用英文词 用shame 对不对 is a shame 这样的声音 我相信法杰耶夫就听在你的耳里 你如果代表俄罗斯 会有哪些回应 首先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 可能就是没有资格 来shame或者是non-shame 反正俄罗斯人 并没有关注好 克斯沃的这个情况 现在乌克兰这种局势 它不是昨天开始的 实际上 13年已经实现了政变 战变以后 基辅当局向处在吴东的俄罗斯人 发动了战争 用八年来毁灭 俄罗斯民族的这些民众 这才是真正的shame 目前呢 有四地的民众 公开表决 经过公投 成果是非常的明显的 多年此刻人民共和国 99%以上赞成 路干此刻 98%以上赞成 但是法杰尔夫在你讲到这句话的同时 其他的国家来讲 他并不是跟着参与的 我们马上要跳到一个现场 乌克兰的民众 直接要跟你来PK 来挑战你刚刚的说法 我们跳到基辅现场 要跟我们联系的嘉宾呢 是乌克兰人伊格利 伊格利呢 他是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居民 他是在当地做生意的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俄乌冲突 让他现在没有办法 在自家当做生意 要退道到基辅现场 来跟我们联系 马上我要特别请教的是伊格利 伊格利 你刚刚听到了法杰尔夫的说法 他认为说这场的公图当中 其实表达的是那些公民们 他们自己的意愿 你有哪些的回应 我说说这是100%的负败 因为我认识会 我认为这些评论 但我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我认识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识到现在的 我认为了 我认为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为 我和我的親戚都還保存在馬遇 他們還不可以離開 他們還在那裡 我剛才昨天還在訪問他們 我問他們說,如何發展 我問他們所有朋友,所有朋友 所有我的親戚 他們說,他們沒有發展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明白,你住在京華 очки и вероятно были бы более рады быть у себя в своем родном городе Мариуполь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Мариуполе я не знаю, видели ли вы специаль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смотрели фильм есть такой «Мариуполь. Русский город» это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фильм он снят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ариуполя он снят местными жителями которые общались так же со своим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и там жители города рассказыв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в городе последние 8 лет 我已经死了哪个人,哪个人被闪了,当时那些人被和抗讨疑上的图片,当时那些人被捕了,当时被拖捕了,当时被统罪被刑eni,当时被整理当时被控制了当时 Mobiley,当时被俄罗斯和党成员被拖子了。 我不知道 Где они были, когда被拒絕到教育拒绕和拖行的法律, 被拒絕到使用了俗语语语语, 是这个 Some geography 这个阻止是有很多大小的。 这相信,也许很酷。 年轻的写片,第一 team 。 我曾经生、我生在的。 每一年都是苦瓜。 我每天都跑过去乎,我跑过了一下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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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的语语语语。 发生了损 无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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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解 我们自由国家 语书 而来我们工作 我们'S Ware 雙人 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来读书 无读书 无读书 无讻书 无icias 无论来无论 无论来无辜 无论书 无论 无论 我们自然能生住自己的找一人 来自 来自我们吧 我不是在哪里 来自 Investment 如此与我们有同家 柯家人员 同家有你们在云 人 近书 朋友 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在你发布的发布,很少人人建立了, 人们能让自己会保持人家的感觉,他们被人建立了。 人们在暴插时期的写生,他们被人建立了团队。 他们建立了团队。他们建立了团队。 他们建立了团队。 我请你提醒一个例 这个时刻你认为 乌克兰有这个能力 可以收回师徒吗 我rast要说你 这是不冃 Locorens 这是股仍快变 要創 up 这 patients 真的战 grown 而且 loses 我们奔驰 总的这个Allah 我们连到我们 和风國 在谭泊 代曹 少女 就是铺俄 你就是在我们 你是才于 叫relang loud 爽 很多数人 无论用 我们住在乌克林 在自由的国家 没有人禁止我们 在任何语言 谢谢 谢谢 勇慧你刚刚听到的双方 还是针尖对卖忙 双方都有自己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想说 在如此尖锐之下 你觉得接下来的关注点在哪里 勇慧 一个就是 普京总统发动了 这个动员令以后 这三四万大军 肯定是要派驻到乌东地区 那么对乌东地区 就要有一个很强烈的防守 领土安全作为第一位的 第二步呢 我想就是 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 普京总统在于要威慑 威慑什么呢 首先是威慑 就是美国 欧盟 对于乌克兰武器的支持 勇慧说这个威慑 就是普京的目的是要威慑 但是威慑是不是 达到一个重要的目标 你看30号 普京正式宣布 这些乌克兰地区 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那么同时演说当中 我们也得到了新的解释 它的威慑 是不是能达到一定的作用 稳斗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的看点呢 就是乌克兰会怎么行动 夺回这些领土 一定会要来想办法夺回来 一定要想办法收复尸土 一定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西方 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 那么西方 美西方又会采取 什么样的措施手段 来支持乌克兰 强化自己的军事行动 那么普京总统的讲话的威慑力 有两点 一点是对这四个地区的进攻呢 就是对俄罗斯本国领土的进攻 另外一点就是在俄罗斯的领土主权 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俄罗斯将使用自己手里的所有的手段 我介绍请教法杰耶夫 普京先生跟包括莫迪在上和峰会会面的时候 当时普京说了这句话 俄罗斯希望并且将尽一切的努力 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到底这句话是怎么样的解读呢 说得完全准确 拉布洛夫委长也曾经做过解释 俄罗斯开始这个特别精实行动 不是为了让战争爆发 是为了让战争结束终止 因为不得不被迫使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 那么俄罗斯始终是呼吁吉父积极探核 就是恰恰是在莫斯科和吉父这个和谈 基本上已经是看到出路了 看到结果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西方的幕后指挥者就不愿意 俄务之间能够谈成和平 所以说就布置这个不加的实践 为了煽动民众的看法 实际上和平 我们是总是开放于和平的 我觉得中国人说 毫无疑问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只是因为俄罗斯 目前是侵略了这个地区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地反对 这个UN charter 这个Kiev欺负他不可能放弃他的 Counter Offensive 就是这个大战争会继续了 他不会这么放弃了 而且现在这个momentum就是在乌克兰 而且大量的支持从西方 掌握主控权的是在西方是在乌克兰吗 对 西方是支持乌克兰 还是继续支持乌克兰 但永辉你看局面已经到现在的情况 是越来越复杂化了 对 美国已经看到这场战争 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燃烧 已经看到了这个战争 对俄罗斯的消耗 所以美国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他可能会通过乌克兰这个土地 继续来消耗俄罗斯 刚才普京总统的那个讲话 其实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前半句 应该更重要的是看到后半句 俄罗斯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想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乌克兰不想 所以我觉得战争不会马上结束 只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你觉得这个是新阶段开始 这个新阶段可能比之前还更加 前七个月还更加的惨烈吗 那就看俄罗斯这次动员 对前线兵力的加强效果如何 你凭什么有权力入侵我的家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这确实是火上浇油 你要是害怕的话 你就是创造一面墙 就是防护自己就可以了 一虎西坛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西坛现场 马上有两位新的嘉宾 加入我们PK的行列 首先您在台湾现场所看到的嘉宾 是台湾退役将军率化名 一开始我现在要挺到帅将军身上 帅将军您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的局势迈入了新的情况 那么根据在30号 普京的最新的讲法 似乎很显然 乌东乌南这四个地方 面临这样的地缘政治的重新变化 帅将军您可以发现 接下来的打法 会有哪些新的战略战术的考量 基本上俄罗斯也很清楚 这样持久的消耗 对俄罗斯并不是有利的 那么他现在动员30万 这个合同兵 退伍的官兵 我的看法主要是要 保守这个既得的战果 就是说他在乌东乌南 所有获得的土地 因为他也很了解 这个战争在美国人的领导之下 不会那么快结束 乌克兰要获得自己 能够恢复生存 跟老百姓解困 那么也应该降低 这个政治家的喊口号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要务实的来看这个问题 今天整个欧洲的东扩已经六次 你也造成俄罗斯的内心的恐惧 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希望自己的战略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今天讲起来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但是最基本的世界人权来讲 应该是尊重老百姓的议员 以前世界上也有这个例子 领土的划分重新划分 根据人民的意愿去调整 在二十大战里面还没看过这些例子吗 波兰 芬兰 俄罗斯 德国 苏联都有这种例子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今天联合国应该要挺身而出 如果再不介入 再不调停的话 全世界受到影响 您刚刚特别讲调了 政治人物在这关键时刻当中 千万不能喊口号 要误实地来看待这场战事 现在问题来了 大家关心是在 现在乌克兰的总统最新的表态说 他一定要收复尸土 那么这个战火会不会延展到俄罗斯境内吗 没有这个可能 伦涉司机喜欢讲大话 我们也是看了很多了 这个东西要军事上 要有自己的实力做支撑 所以乌克兰也不可能收复尸土 俄罗斯也不可能进一步地扩张 因为这样跟打架一样 撑到自己精疲力尽的时候 才愿意和谈 好 谢谢帅将军 马上要联系另外一位乌克兰的嘉宾 在画面上所看到是基辅现场的 乌克兰汉学家协会的会员吉利 吉利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场俄乌战是 现在乌东跟乌南 整个地图都改写了 我不知道 吉利 你看到这样的新地图 你有何感想 请说 对 这些 在看到了这些已经变形的地图之后 第一 肯定很不高兴 第二 肯定很不满意 第三 肯定和大家 和大部分文明世界一样 一样的想法 是不公平的这种做法 而且是非常非法的一个做法 按照任何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但现在这已经变成某方面 从莫斯科来讲 这已经变成一个继承的事实了 怎么办 您看 我说的是 要是进行公投的话 我作为东巴斯 玛利乌布尔的市民的话 不也是要问我一下吗 对不对 我愿不愿意加入 我都不在那里 没有参加过 我很多的东巴斯的朋友们 也都没参加过这个公投呢 但公投结果 怎么可能是公平的呢 怎么可能是透明的 刚才帅环明 老师说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建议说的是 可以在联合国的情况下 进行一个公平的一种 就是公投 对不对 法杰叶夫能回答这个疑问吗 请说 法杰叶夫 首先刚才说到联合国 联合国确实是最有资格的 最有权利的国际组织 但是联合国遇到什么问题呢 在联合国少数的西方国家 来压迫和抵制 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说很多的问题 在联合国要受到最终的结果 它不一定是非常的公平 因为很多的小国家 受到美国或者是欧盟的压力 所以就没有办法受克奈何的选择 至于俄罗斯对安全的关切 并没有考虑到 北约东阔 乌克兰的多年的纳粹化 乌克兰的多年的民族主义化 再加上13年的政变 这都是不容忽略的事情 至于要说到和平 我们是真正的希望和平 刚才飞兵先生也说了 在台湾的老师也说了 因为西方提供物限量的武器 所以基辅当局才敢继续打 等于是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这确实是火上叫油 哦 你说的真好 你说是北约东扩 对吧 北约东扩 那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没有任何问题吗 你们不觉得 是也需要攻击他们吗 不给你们创造任何的安全的危险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说的是提供武器 我问你 就一个问题 你凭什么有权利入侵我的家 你凭什么有权利夺毁 摧毁我的各种商店 一些教育机构 或者是教堂 没有任何的权利 你要是害怕的话 你就是创造一面墙 就是防护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根本不需要 在我们没有 其实没有入侵你们的国家 对不对俄罗斯 所以你们凭什么害怕呢 没有什么害怕的 你们武装读得这么巧 是为了保护在东巴斯的 俄罗斯民众 是受到八年的毁灭 八年的压迫 受到多年的折腾 这是不容忽略的 我理解您这个汉语讲得很好 但是不知道对于俄语有什么态度 因为俄语在乌克兰 从这个学校可以学习的外语名称当中 被开除了 很多的讲俄罗斯语言的民族的权利是没有的 我跟你说一句话 我的母语是俄语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说俄语好吗 我在乌克兰一直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住着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马六波尔有很多的餐厅的菜谱 也是俄文的 乌克兰文的都有 所以先生 你说的是完全是错误的 我就是说俄语的人 可以说俄语 但是我记得从九十年代开始 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个地区 就产生了不少这些民族主义分子 比如说我记得这些故事 有人在克里加提 在基辅的主要大街在逛街 然后过来问 这个林黛乌克兰语怎么说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回答你的 这是九十年代已经是存在的 从那个时候以来 当时的很年轻的这些民族主义者 已经是成长为 严军的战斗力量 真的搞笑了 拿了一个例子 两个例子来做 就是各种疯狂的人 到处各个国家都有 您拿一个例子来说 我跟你说 是我每天在基辅生活 每一天去商店 每天去超市 用俄语讲话 没有任何问题 用乌克兰语 用英语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英语当然没问题 尤其是是马里乌布尔 相信 对啊 没有任何问题 没遇到过任何 任何安全的情况 对 我先打断你们两个 我先打断你们两位 你们两位 你看一个是来自乌克兰 一个来自俄罗斯 却透过中文沟通可以这么好 那我觉得很好奇啊 为什么跟战士走到现在 不能好好的沟通 这个沟通原因是什么 不是语言问题 绝对就是地缘政治 在背后还有所谓的第三者其他 介入让这个事情复杂化了 怎么让它简单化 还有这个局势会怎么样的升级 接下来一个变化 就是动员令 影响很大 来 永惠来回答我 动员令颁布之后 对整个局面的影响又会是如何 就是动员令颁布以后 我觉得普京他的底线就是两步 一个是克里米亚 一个是这四个地区 所以战争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可能是相持 可能是进一步的反攻 我们看看这画面 文斗 你可以看到很熟悉 这几天当中 普京他颁发动员令之后 有些人想要跨越边界 有些人想要躲开这个所谓的动员令 引发了争议跟反抗 我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说 当时美国要攻打越南的时候 在美国境内也有出现类似的画面 我想文斗 这样的话 还会不会激起很大的反弹效果呢 你刚才说得非常对 这些现象可能在很多的国家都会出现 但这个并不会直接证明 普京总统的动员令 会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不会打折扣的 也不会影响到 他整个动员令的贯彻 而且现在有传言说 这个动员令中 还有一个所谓的第七款 是保密的条令 而且很多人都在评论说 这可能涉及动员的真正的人数 所以这次动员 他的效果要在第一批被动员的人 完成训练 也就是两三个月之后 我们才能看到 这次动员的效果 我不相信俄罗斯 还有再向北攻击 到收服这个吉普那种实力了 因为乌克兰也没有本的实力 去收服乌东的所有的 那些战场这个东西 是看实力 不是看口号 当然 俄罗斯也有很多反战的 或者是逃亡的 这个每个国家都会有 但是军队这个东西 是一个强制性的 一旦动员成功了 他必须要完成 他作战的任务 这个东西就是说 战争的残酷就这 不是根据你个人的 好恶喜恶 只要国家整个没有溃散 这个战力还是持续的 那么双方的政治领袖 应该想想 如果是真的为自己 老不幸想的话 那就有调和的可能 如果是在别人缩死之下 别人添油 加财 加火之下 这个战争不会停的 所以我觉得 一个伟大的领袖 是应该看到人民的疾苦 而不是在那里叫 那么当然 爱国主义可以缩死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可以不断地把人 动员上了一个战场 但是死伤的 还是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 我看调停跟弹劾的条件 现在时机不成熟 我的看法一定要到 明年的春天 双方撑的力量 到自己不能承受的时候 可能会接受调停 这是不是美国曾经 所威胁的参众代价吗 就是是不是我们需要提供一个 全世界的全球的安全体系呢 物流问题 它不仅是在于这个能源结构中 而且更多是有 很多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 我们可以以政治方面的 良好的关系 创建就是这种 友谊的桥梁 友谊的桥梁这句话 非常的好听 一虎七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七谈现场 又有两位嘉宾 加入我们今天PK的行列 您在北京摄影棚现场 左手边看到的嘉宾 就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军控研究中心的主任郭小斌 另外我们再跳到基辅现场 跟我们连线的嘉宾 是乌克兰的华人 在当地有20多年的孙光 孙光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现在在基辅的最新的情况 请 现在的基辅的整个环境 还算平稳 老百姓怎么说呢 还是在正常的生活中 除了物价现在长得比较高以外 基本上还算正常 作为一个在基辅生活了20年的华人 我非常了解这个民族 斯拉夫民族 乌克兰人 俄罗斯人 因为我在乌克兰有很多的朋友 我去过东部 我去过克里米亚 我去过顿巴斯 去过马里乌布里 我非常熟悉当地的人 非常了解当地的文化 我作为中国人 作为第三方 我绝对不支持一场战争 有战争老百姓就要 颠沛流离 有战争老百姓就要流离失所 首先再上战争来讲 现在吃亏的肯定是乌克兰 就像刚才咱们那位三赞 是吧 法杰异夫说的 他有自己的理由 别管说是 他们所谓的乌克纳粹 还是说乌克兰去俄化呀 这些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不构成 一个国家 践踏别人主领土 主权完整的理由 要说到什么是俄罗斯的 什么不是俄罗斯的 我们可以回到历史 乌克兰这个国家 现在的国家是这么组成的 普京总统就此写了一篇 一篇非常细的文章 全面介绍了这个来历 实际上如果不是列宁 如果不是十月革命 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 一个独立的国家 乌克兰曾经是好几个地区 而且这些地区有一部分 原来是归波兰的 有一部分是归雄亚里的 很大一部分是归大俄罗斯 还有一部分是归乌克兰 所谓的阿克拉雅 边疆的意思 边缘的意思 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是说到 回到历史 那我们就再好好谈一下 我们基辅这个城市 成立于482年 好吗 然后呢 莫斯科成立的时间 第一次 因为基辅罗斯 基辅罗斯 远远超过的 就是这个历史 远远超过莫斯科和 俄罗斯的本身的这个国家 这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 乌克兰的原的孙子创造了俄罗斯 这是很明显的 这是全世界都认可的 所以就是不要讨论什么 列宁和巴勒斯蒂 这是很明显的 我的发言完毕 就这么简单 那要说白了 如果当时独城 不从基辅迁到莫斯科 现在的这种局面 可能就没有了 但实际上 我们您说的非常对 我们都是来自 同一个摇篮的 都是兄弟民族 对 来 小兵来做个补充 美国说会让俄罗斯 为这次的公投 迅速付出额外的惨重代价 你觉得 怎么解读这句话 它所谓的惨重代价 会是什么呢 现在美国已经批准了 新的对乌克兰的援助 新的反导防空系统 卖给了乌克兰 这是在武器出口方面 但是远程的这种导弹的话 它可能会比较谨慎 因为很明确的 美国的一些军事的 他们告诉白宫 也不可能给 长期的tactical weapons long range tactical weapons 因为这个东西会垮过 垮这个 你觉得可能是跨过这个界线的 对 这样子的 上个星期好像是俄罗斯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白宫真的说了yes 如果白宫真的提供了 是不是就变成美国 跟俄罗斯直接在对干 这是一个红线 这个外交部的 这个女的 她说了 俄罗斯都说了 如果你是过了这个 你提供了这样子的武器 你过了这个红线 然后是美国变了一个部分 这个大战的部分 美国它的这个战略呢 还是一个就是缓慢的 渐进的 根据战局的发展 来不断推进的 但总体我一直坚信 就是美国和北约 不愿意跟俄罗斯正面 在乌克兰 或者在俄罗斯领土上交战 美国会一如既往地 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因为它自始至终 就在非常精细地 拿捏这个对乌克兰的 援助程度 它说得很清楚 美国希望防止俄罗斯 取得战略上的胜利 但它没有说 要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 至于美国不会愿意 和俄罗斯正面交战 这点我同意 但是俄罗斯曾经 给美国划的这些红线 它早就越界了 早就越过了 而且美国目前是成为 这个乌克兰危机的 最大受益者 不要忽略的是 美国有大量的烟烟器 也有 美国是希望 欧洲能够在更大程度上 依赖美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前几个月 美国是在劝欧洲人 买美国的这个烟烟器 欧洲人很长时间 已经是习惯 买俄罗斯的这个管道天然气 因为管道天然气 它是价格最低的 最稳定的 供应是很稳定的 那么前几天 北溪一线发生了两期大型爆炸 现在这个北溪一线二线的 这个供期的可能都给种植了 这是不是美国曾经所威胁的 参重代价吗 对 现在最重要是这个 北溪一号二号天然气的管道 三条支线一天之内 同时大型的泄露 这是非常少见的 问题是在于说 这到底是蓄意破坏的 还是能源站 还是谁在引爆欧洲的火药桶 这个板子会打在谁身上呢 乌克兰现场 我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吉利在线上 吉利 这就是现在所讨论的这个能源问题 就是怎么度过一个冬天 有天然气会不会供暖 还有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就是战争发生了之后 我们就发现还是很多欧洲国家 也就是看到了是需要有思维的转变 不是谁有天然气 谁说的算 而是大家现在更促使自己的国家的发展 来代替这个天然气的使用 而是再使用新的方法来取暖 这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现在就是说中文 对吧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能对中医也比较了解 但是是不是需要治根 而不是治症状呢 对吧 现在治根源呢 我们现在回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我们需要提供一个 全世界的全球的安全体系呢 那这个安全体系是不是需要考虑和 照顾每一个国家领土完整主权 和尊重每一个国家的自己的发展的程度 对不对 首先要用中医的说法 要说一个标本简直 要说到能源呢 因为实际上乌克兰用几十年从俄罗斯收购低价的天然气 并且还在赚中转的这些数据的费用 这是一 另外连这个低价的天然气 乌克兰有两次因为签费 签费太多了 天然气的供应被中止 乌克兰有两次遇到过这种情况 实际上说白了 当时乌克兰有七公司是在盗窃俄罗斯的天然气 因此俄罗斯和欧洲主要是和德国才产生必要 重新建一个天然气管到北溪 北溪一线 再建了北溪二线 北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德国工业生产的商品 它的成本就低了 它就可以和美国相竞争 所以这不仅是一个能源问题 这是一个全球经济成本问题 物流问题 它不仅是在于这个能源结构中 而且更多是有很多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 美国这样通过延期的供应 它可以拉进欧洲 能源问题我也是能理解的 对呀 价格划算 各个方面的就是排放的也降低了 这大家都是知道 这是众所周知的一种现象 但是俄罗斯拥有天然气 并不代表俄罗斯可以入侵别的国家 对不对 话说回来了 无论怎么样 我们可以以政治方面的良好的关系 创建就是这种有意的桥梁 而不是通过有天然气来威胁这个全世界是 对解决这个问题 也并不受于你们的入侵的这个权利 有意的桥梁这句话非常的好听 我非常希望下一人的乌克兰总统 不会是杰连斯基 希望是你能够当成总统 把俄乌之间的这个友好桥梁建好 问题还是一样的 要是需要友好 那通过是政治解决问题 但等一下 希望两位都能把这有意的桥梁 像今天双方终于能达成共同的语言 那就是有意的桥梁 互相传给贵国两位国家的领导人 非常谢谢 我要再回到孙光身上 孙光一个关键的所在 孙光一直在呼唤 就是说你期待你在乌克兰待了这么久 去了这么多地方 以华人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 北约如果接下来这些时程当中 它会不会更加的深化来介入 来帮助乌克兰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完全 北约说了算 它也是要看整体战局的发展 因为北约不是战争的发起者 乌克兰的目的肯定要恢复 乌克兰独立以后 它的肯定最好的结果就是 乌克兰独立以后的领土观众 对 这乌克兰所希望的 所有的这些领土都要收复回来 这是乌克兰希望的 对 但这一点对莫斯科人 莫斯科是不可能接受的 希望约的 失望约的 就是说他想得很好 但是有可能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我觉得现在收复赫尔松 收复哈里克福地区 包括这个马里乌布里 还是有一定希望的 好 谢谢孙高也说了 可能会担心更加的惨烈 这种情况下 北约的角色会不会跟之前前七个月 他扮演的是更加激进的角色 文斗分析北约角色部分 我觉得北约的角色 还继续会以一种幕后操纵者的 这个方式来继续完成他的 他绝对不会跳到第一线 绝对不会跳到第一线来 因为在战争初期 其实美国并没打算给乌克兰援助 只是看到乌克兰过了一两个星期后 还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 才决定给乌克兰一定的援助 美国是不会援助自己没有能力的人的 美国在北约是说了算的 是老大 美国在去年刚刚从阿富汗撤兵 撤得很狼狈 他不愿打 第二个 美国的战略中心在东亚 在中国 不在那边 他不会在错误的时间 在错误的地点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不会的 因为乌克兰不是一个北约的会员 所以北约他无法直接进去了 入境这个大战 当然是美国还有欧洲 他们都是支持 从各方面的支持 然后是这样子的继续了 然后他这个北约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 obligation responsibility 协调 这是他的义务 这是他的义务 他的支持他的义务 对 从经济方面 然后从各方面的东西 之所以北约不太在乎乌克兰 他愿意用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 搞这个红核战 就不会在乎最后一名乌克兰士兵 要说到美国或者是北约军人 不得一线 那对不起 乌克兰方面自己都承认 就他们用海马斯来进行抛击 每一次都有美方的指挥官 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你选择了目标 用美方来批准 答不答 然后有这么多的情报数据 有这么多的不同兵重 不同军重之间的协调 还有来自北约国家的顾问 有来自北约国家的军官 士兵所谓的志愿者 那肯定是北约已经是成为 参加冲突的一方了 那为什么普京先生 一直使用核威慑对吧 来威胁大家 炮击加巴洛斯核电站 是不是想使用核武器 我们作为乌克兰人 肯定不会炸死自己的人 也不会就是对核无常 进行任何攻击 联合国原则的机构都承认 这炮击是来自无法 英虎西坦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英虎西坦现场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 俄乌局势会不会进步的升起 在这心里的同时 全球的人都担心一件事 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看普京在最近怎么说的 普京说如果他的国家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的话 将采用一切的手段反击 这里头大家就担心了 而美国也公开表示已经私下警告了莫斯科 如果你会走到这一步 会有灾难的后果 到底是哪一步呢 大家已经知道了 在最近大家都会谈到 是波罗斯会动用核武 到底如果他动用核武的时候 是战术核武还是战略核武 一旦采用那结果是完全截然不同 这个部分不是只有俄乌之间关心 全球都在瞩目 会走到这一步吗 文斗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非常小 为什么 可是即便很小 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可以说是听到这两个词 频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觉得普京总统发表这篇讲话的 主要目的在于向西方 划出自己的底线 表达自己的决心 俄罗斯在什么情况下 会考虑使用核武器呢 只有在国家的利益 国家的生死存亡 受到根本性的威胁的情况下 但这种可能性会出现吗 因为就要看后面 西方国家给他的压力有多大 这也是叫做我们讲说 到最后摊牌的一个东西了 因为俄罗斯也很清楚 你集合整个欧洲国家 跟美国的军力来 北约来入侵的话 那俄罗斯只有动用这个 因为俄罗斯并不是一个 人力很充沛 军力是超强 因为它大部分的军力 是二次大战的东西 当然也有少数先进科技的东西 但是应付一个大的一个战局 终究是不够 所以他很早在开战之前 他就讲过要降低核子门栏 这就是大家算过自己的本钱 如果说长期的消耗 再加上北约的权力入侵的话 他当然会用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打梭哈的第五张牌要摊牌了 你要不要弄 我认为普京总统他提出来核武器 他还是使用了这个核武器的最大的一个功能 就是核威慑 核威慑是有边界的 如果要是说一个使用者 他使用了核武器获得了胜利 但他并不知道胜利之后 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的时候 他一定会慎用这个核武器 我觉得他有97%的可能不使用核武器 30%的可能使用 30%的可能一个是误操作 一个是那个操作的士兵误操作给发射了 再一个是未经授权使用 那底下那些管核武器的相互串通好 解开密码给发射了 最后一个就是那可能是 总统当时有病或者是 出现严重的问题 法杰耶夫一直腰头 就是你这个30% 这个30% 这都不可能出现的 我都不同意 都不同意 对 所以说没有可能 我觉得Putin不是鲁莽 not reckless 他一般是很小心一个人 但是我也认为他有点像cornered 就是在走投无路 到一个corner 如果他认为被自己威胁 你觉得他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对 很可能 对 所以是不是这样子的是 内部的有个类似 就是说 Chain of Command 然后就觉得北约或者一些 某一些国家 无论是他用了这样子的 nuclear tactical weapons 他们不会 like react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使用了核武器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就拿扎波罗日的核电站来说 但如果为了一定要赢得 这场战争呢 我觉得那就看到 他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普京的战争目的已经达到了 还有一点 如果使用了核武器 使用核武器的胜利者 他在第一次核打击胜利以后 他能保证第二次核打击胜利的吗 这个就非常难说 所以核武器的使用 它是有边界的 边界就是威慑 法杰一夫憋不住了 法杰一夫一直想要抢的说 请说 首先呢 俄罗斯始终是 五核化进程的最大推动者之一 前苏联也是 我们和美国曾经签署 系列裁减核武器条约 还有很多其他的双边文件 恰恰是为了五核化 所以我们是最不希望 使用核武器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唯一在世界历史上 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 才是美国 而且我们知道 当时日本对美国的身村 不构成任何的威胁 他们用核弹 来轰炸 日本城市的平民 不是为了 多去胜利 而是为了恐吓 苏联和斯大林 这是第二 第三呢 咱们刚才谈的 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核武器 那乌克兰会不会使用核武器 它没有核武器好 那它为什么要炮击 加巴洛西核武器核武器 我们记得 吉尔诺布里核武器 爆炸以后呢 损失非常大 那现在他们前一段时间 炮击加巴洛西核武器核武器 是不是想使用核武器 把核武器转化为核武器 来针对俄罗斯使用 法杰夫先生说的是 俄罗斯是最不希望使用核武器 对吧 那为什么每一次遇到了什么 战争中的这个危机的时候 就是普京普京先生 一直使用核威慑对吧 来威胁大家 意思是相当于是 可能不按计划走的这个战争 所以才使用这个核武器来威胁大家 这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 就是萨布罗这个核电站的这个事情 现在可能不在现场的人员 可能也不知道是谁在炮击 我们作为乌克兰人 肯定不会炸死自己的人 也不会就是对核无常进行任何攻击 所以就是这是双方的 现在要是能够更清晰的去研究 这个是炮击的过程 那就是才最肯定的 联合国研增机构都承认 这炮击是来自无方 所以您这个说 乌克兰不会打自己的这个核电站 这个说法完全是不对的 而且用八年时间 杀害和炮击在东巴斯的民众 这不就是乌克兰公民吗 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公民 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乌克兰纳粹有没有杀俄族人 有没有去俄化 有没有像您说的那位先生说的 50人在楼里被炸 或者说是乌克兰人自己炸自己人 甭管说是扎伯洛的核电厂 还是说基辅周边 我跟咱们老板人聊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普京总统他的意图 我觉得现在很明显 他要整个东南部沿海城市 亚索海直到奥德萨直到克里木 他需要陆路的桥梁到克里木 这是最简单的 美国把乌克兰用30年 教育为一个反俄的 丑俄的一个平台 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实战阶段了 非常危险 我们自己非常心疼 乌克兰人是我们的兄弟民族 兄弟民族 你们要是想解放说俄语的人 你们先需要问一下他们愿不愿意 我个人作为马里奥波尔的人 不愿意加入俄罗斯 我朋友 我亲戚和朋友们都不愿意加入俄罗斯 因为我们喜欢乌克兰 乌克兰我们也喜欢 但是我们不喜欢反俄罗斯 所以说 如果乌克兰将继续坚持 作为一个反俄罗斯的这个平台 尤其是向俄罗斯 发出威胁的一个平台 我们这就很难谈成一个好结果 我们是很希望和平 也很希望在乌克兰的 俄罗斯民众 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 不会受到他们权力的损害等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俄乌战争 现在战事这么最激烈的时刻当中 其实我宁愿看到的是俄乌双方 他们是这样在谈的 他们在我们节目当中 是在进行和谈的 这也是中方在国际社会当中 过去这几天大力的呼唤 也说双方应该赶快地停战和谈 赶快双方的领导人 能够像今天我们所搭的桥一样 至少对话总是好的吧 这个希望我们今天搭起来了 也希望更高层的 有智慧的领导人 能够搭上更好的桥梁 让你们所谓的友谊的桥梁 真的能够在俄乌之间平息下来 我最后一定要讲一句话 我知道普京的字典里头 不可能有说 泽连斯基也是一样 如果双方都不愿意输 结果是谁输 那一定是老百姓输 我今天要大声呼唤 是在媒体的角度来讲 老百姓更不能输 俄乌的老百姓 无过的老百姓 更不能输给这场地缘政治之下冒险的博弈 谢谢大家 感谢格力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再会 是不是只有在侵略者离开你们的家停火之后才可以进入谈判 俄罗斯不是侵略者 俄罗斯开始特别军事行动 不是为了让战争爆发 而是为了让战争最终的停止 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武汉人 没关系希望战争 但是促成和平 促成和平就要在公正公平的条件下 那才能和谈 接着为您播出 五两夜十序制动车 俄罗斯就不会分裂 所以我们只能顽强